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拉还表示目前需要积极寻求一些不主张战争的国家 与中国 巴西共同准备好在俄乌和谈中发挥调节者作用 他补充表示 由于俄乌在做出关于和谈的决定时存在一些分歧 助持让两国领导人对话的工作需要耐心 而卢拉在访华之前也曾经就俄乌冲突表态 批评美国和欧洲不谈乐和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5号中午在日本合格山县出席活动的时候 结果现场突然的发生爆炸 警方已经逮捕到可疑男子 不过岸田本人是没有受伤 而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被捕男子牧村龙二 现年24岁 是来自于兵库县川西市被捕的时候 深情冷静 爆炸发生在东京时间周六上午11点半左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合格山县一个渔港演讲 现场突然发生巨大爆炸的声音 出现白烟 一名男子当场被庶民警察制服并带走 岸田被警卫保护迅速离开现场并没有受伤 现场目击者称 看到一名年轻男子 向会场投掷了一个银色的管装物体 貌似烟雾弹 现场有人发出尖叫 大家纷纷逃离现场 警方之后制服了男子 十秒钟过后 现场发生了爆炸 这名男子已被警方以涉嫌妨碍威力业务罪逮 警方仍再进一步调查男子的作案动机 目前正是日本众议院补选选战期间 河阁山县当地的补选将在北洋23日投票 岸田周六下午继续在当地举行街头演讲 并表示不会取消拉票游说日程 凤凰民事 林鸟 大自大界 日本东京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事况视察河阁山县期间 现场是突然传出了爆炸声 根据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九个月前才遇刺身亡 日本史上共有八位首相 因遭遇刺杀受伤或者是死亡 1909年10月26号 十年68岁的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 在中国哈尔滨谈判期间 遭朝鲜爱国人士袭击 三发子弹连续命中其胸部腹部 伊藤博文不致身亡 1921年11月 日本首相袁静 在东京车站遭遇日本幼义青年袭击 凶手使用短刀击穿袁静右肺 触及其心脏 导致袁静当场避命 袁静遇刺九年后 1930年11月 日本首相冰口雄信 同样在东京车站 再遭幼义分子袭击 子弹击中其下腹击穿小肠 冰口雄信被松医接受长期治疗 四年八月因细菌感染不致身亡 两年之后 1932年5月 十年77岁的日本首相全仰义 在首相关底内 被海军激进军人团体密谋袭击 遭九名凶手乱枪打死 1936年2月26号 日本陆军发动226政变 因证件问题 枪杀日本前首相斋藤石和高桥侍侵 袭击者在高桥卧室内 砍去其右笔又开枪将其打死 二战结束以来 日本首相遭袭事件仍时有发生 1960年7月 日本首相岸信介 因与美国修订美日安保条约 引发日本政坛动荡 一名65岁的右翼分子 使用登山刀击中其左腿 岸信介随即送医治疗 并于当月宣布辞职 2022年7月8号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奈良市街头发表演讲时 遭枪击倒地 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终年67岁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开幕典礼季主题讲座 15号在香港举行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主任夏宝龙在致辞时表示 去年7月1号 习近平主席视察香港 发表重要讲话 极大增强了全体港人 共同守护香港安宁 共创香港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他并强调香港前进的步伐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香港有志及新之路 必将越走越宽广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看幕典礼季主题讲座 15号在香港举行 教育日由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 主题为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 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及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李家超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 及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郑彦雄 中央政府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副署长李江中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特派员刘光源 以及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彭金棠等出席 活动开始前 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夏宝龙在致辞时表示 去年7月1日 新兴党主席视察香港发表重要讲话 其大增强了全体港人 共同守护香港安宁 共创香港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为维护国家安全 推荐一国两制实践行稳治 日远指明了前进方向 他指当前香港的良好局面 来自极为不易 值得被加珍惜 被加呵护 香港要安定安宁 不要暴乱动荡 要繁荣昌盛 不要凋避衰败 要精神团结 不要对立撕裂 要文明法治 不要野蛮失序 这是全体香港人民的共同心声 夏宝龙强调 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加安 保国家安全 就是保一国两制 就是保香港的繁荣发展 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 就是保香港全体居民的人权和根本福祉 就是保所有外国和内地来香港投资者的利益 夏宝龙指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及其管制团队 一定能够担起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 爱国爱港力量一定会全心全意 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香港司法法律界一定能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 捍卫香港法治的光荣使命 每位香港居民一定会为维护香港和谐稳定 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 希望香港天天办会展 搞创科 拼经济 跑马 跳舞 炒鼓 稳定 每位香港居民 都应该是维护和谐稳定 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 夏宝龙又指广大香港青年一定能不负赏华 不负时代 勇敢地担起对家庭 对香港 对国家的责任 有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领导支持 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 有香港特区政府积极作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香港游至极心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香港一定能够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富豪问世 金小菲 香港报道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发表讲话 他回顾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与特区的关系 强调要全面落实香港国安法 提高国家安全治理水平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郑彦雄也指出 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年多来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 政治和社会效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李家超 在致辞时回顾香港回归后 不断升级的危害国家安全事件 指出反中冷港势力与外部势力勾结 令社会动荡 好在中央果断出手 颁布香港国安法 犹如定海神针 令社会恢复秩序 政治安全是最高的国家安全领域 我们坚定不移打击反中乱港势力 坚确防范和越级外部势力干预香港虚误 特区政府会全力加强安全能力的间歇 增强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我已要求不同政策局加强在一起领域的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李家超表示世界百年未见的大变局正加速演变 地缘政治紧张 外部敌对势力针对香港更不断遭遥抹黑 因此却不能低估香港可能出现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自己作为国安委主席是第一责任人 将带领整个治理体系全面落实香港国安法 提高国家安全治理水平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 及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郑彦雄也指出 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初衷是维护国家安全 实施两年多来取得了良好的法律 政治和社会效果 他并强调港独是死路 蓝潮是绝路 反共反中自决出路 香港国安法是香港游至极星道路上的好伴侣 是游至极星的保护神 必须坚定不移 义无反顾 坚持好 实施好 担负其维护国家安全 捍卫香港法治的光荣使命 坚决地推动 形成国安加好法治港新的新局面 凤凰卫视 王金路 香港报道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3开幕典礼上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州 这次的时候指出 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长期兼具复杂的任务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则表示 安全和发展只有同步推进 方能繁荣昌盛 另外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彭金腾在这次事强调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过安 由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的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3开幕典礼 即主题讲座周六举行 中央政府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李江州 在致辞时表示 实施香港国安法近三年来 事实证明国家安全是定国安邦的重要基石 香港本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需不断健全 依法治理的常态化法治环境 也需要不断巩固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特派员刘光源表示 国安才能港安 安全和发展犹如鸟之两翼 车之双轮 只有同步推进方能繁荣昌盛 长治久安 作为国际大都会 香港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枢纽 更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的重要桥梁 香港的繁荣稳定 立不开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 触碰比有教训 越线 比有后果 外交部驻港光署 必将针锋向队 寸步不让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为一国两制新闻志愿 保驾护航 另外解放军驻港部队 司令员彭金棠表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他强调驻港部队坚定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的指挥 认真贯彻习近平视察 驻港部队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握新形势 新任务要求 为推进一国两制 在香港行稳支援做出贡献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驻香港以来 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国安法 驻军法 出色完成了 以旅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 充分展示了威武之师 唯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本次国家安全教育日 在全港18区举行超过60场 国安教育的相关活动 包括学校工作坊及社区巡回展等 方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在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2023开幕典礼15号举行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出席并致辞 香港不少政界人士 对夏宝龙强调国安才能港安 表示认同 提出应尽快推进香港基本法 第23条立法 补权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漏洞 不负中央赋予特区自主 立法权的信任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出席在香港举行的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开幕典礼时指出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社会恢复安定 当前良好局面来之极为不易 值得被家珍惜呵护 尤其强调国安才能港安 也才能家安 不少与会嘉宾都认同 夏宝龙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强调 其中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 叶刘淑仪表示 维护国家安全 一刻也不能松懈 还要根据香港国安法实施情况 查漏不缺 尽快推进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条立法 完善国家安全法律 我们目前的法例做了很多漏洞 比如间谍法 窃取国家机密 政治渗透 散播假消息 这些我们都没有完善的法例去处理 所以特区政府 也应该 正如有些港者说 我们不可以是一个没有报防的特区 所以特区政府也应该重促为二十三条立法 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表示 夏宝龙认同香港近年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 并强调香港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自行订立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 是中央给予的莫大信任 我们必须要让香港市民 特别是年轻人和学校 要发出一个很清晰的信息 国家安全的法律是一个好的法律 不是洪水万寿 香港如果能够有机会用自己的制度 去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 其实是显示中央对香港莫大的信任 我们香港人是要珍惜 原全国人大常委范徐利泰指出 香港国安法是特殊时期的一道特效药 不能长期单一的依赖 目前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仍不足够 需加快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 这个就是当时拨乱反正的一道药来的 这个药就对证我们的一个问题 对证下药 令到我们香港现在可以 大致上看表面上我们是比较安定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做的绝对不够 因此我们应该要按照 基本法对我们香港特区的要求 无论是开幕典礼还是主题讲座 嘉宾的分享各有重点 但也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 就是都强调了国家安全在任何时期的重要性 并且指出国家安全不能一劳永逸 是需要长期重视的重要议题 也是需要全港市民共同维护的重要事项 凤凰卫视陈吉曼香港报道 第133届广交会从4月15号开始到5月5号结束 不仅启用了新展馆 也开设新展区新题材 新参展企业超过9000家 不少参展商称恢复线下展览 大大的促进生意成交率 4月15日是广交会第一天 这次线下展首次开启4期展馆 增加了30万平方米 展馆面积是历来之最 达到150万平方米 参展规模也创新高 还内外参展企业有3.5万家左右 但这次的话我们签加线下活动 效果会非常好 就是线上的客户和线下的客户可以互动 整个全中的生产线 集中在南美 北美和中东 俄罗斯整个地区 预计我们本次展会 能达到2000万左右的销售额 这次广交会还设立新展区新提材 广交会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这次我们海外的客户 基本全部都过来了 他们不但他们过来 还带了他们的朋友过来 因为往年是没有专业 自动制造这一刻了 没有就是自动化没有 今年专业开通了这个馆 所以说我们今年就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说我们都很早就提出来 报名来参加这个展会 往年我们也有出口 但是份额不是很大 我们想通过这个展会 能够更好地向全球客户展示 使我们的销售额 出向这个海外渠道 这样我们是海外的销售 能够大幅量提高 广交会一直强调买全球 卖全球 现在表明要参加进口展的企业 超过500家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 不太景气的情况下 很多参产商很重视这次机会 都希望能和中国企业做生意 空航卫视焦笑无知诚 广州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内地三月各县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三月七十成房价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 分别有18个和8个 比上月分别增加4个和1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7% 涨幅与上月相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 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经济学者表示 结合以往数据分析 一季度内地房地产市场 二手房交易好于新房交易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大幅反弹的 还有能够被大量交易的 其实都是集中在大城市的 二手房 在前三个月 新增的房屋交易 新增的房屋交易之中 差不多有五分之四 是来自于二手房交易 只有五分之一是新房交易 这其实也体现了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说如果政策上 不允许新房随意涨价的话 其实后续的房地产投资 也会相对疲软的 因为必须得新房卖出去 后续的投资才会跟上 房地产开发方面 经济学者表示 土地拍卖和新房开工情况 在三月均有所改善 但与2019年相比 仍处于收缩区间 二季度后房地产会出现明显回升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来说 去杠杆的努力还没有停止 其实这个行业仍然在洗牌之中 有不少企业 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的确是改善了 但是保交付的压力很大 所以今年重点是把前几年 没有修完的房子修完 欠的债补上 业界普遍认为 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表现 会好于上半年 但并不会出现 大幅刺激房地产的政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要防止房企的武序扩张 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发展 凤红卫视黄大量奖章 严和超上海报道 针对于中国职业篮球联赛CBA比赛 疑似出现假球的情况 中国蓝鞋首号凌晨 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 已经对于相关比赛展开调查 中国蓝鞋在声明中表示 已责成了中兰联公司 对于江苏上海两队的比赛情况 展开调查 并要求两家俱乐部 书面报告比赛情况 一经查实比赛当中有违规情形 将会依照联赛相关的管理制度 进行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14号晚 江苏上海两队进行CBA季后赛 八强争夺战的第三场比赛 比赛最后90秒 处于领先地位的江苏队 是连续出现了五次失误 最后是被上海队逆转 而球迷普遍对于两队 在比赛尾段的表现强烈不满 也质疑双方打假球 感谢收看更多凤凰卫视资讯 请论来凤凰网 凤凰新闻客户端 我是莱雅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